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卧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下一节课呢 用了一个小例子 将前边学过的话图的知识 稍稍复习了一下 对吧 那这节课呢 咱们再做一个例子 做一个验证码的类 对吧 目的就是简化我们用验证码 不要说每次用验证码的时候 都写大量的代码 对吧 让几头代码就可以搞病 所以像这样的东西 都把它设计成一种类似于工具的对象 那这节课开始咱们做一个验证码的对象 写个验证码的类 对吧 那验证码是干嘛用的呢 相信大家玩过网站的肯定都遇到过 对不对 验证码是给人看的 不让机器看懂的 为什么这样呢 比如说注册的时候 如果你不加验证码 怎么呢 别人会用一些机器 也就是一些程序 对吧 然后大量的注册 把你的数据表灌满 对吧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攻击的手段了 让你数据表不能再有新的用户注册 对吧 这样的话咱们用一个验证码 只有人来人为的注册 才可以通过 机器看不懂 它通过不了 对吧 那我说用人为攻击 注册把它注满不行吗 如果你有那时间也可以 对不对 一个数据表 过几十年才能把它装满 对不对 所以呢 没有人为的去这么去攻击一个网站 对吧 这验证码是在注册的时候 咱们用这个防罐水 登录的时候 咱们有的时候也得用吗 对 为什么登录的时候咱们要用 因为也有一些机器 也就是一些程序 怎么的呢 会用大量的用户名和密码去匹配的反复的去试去登录 对吧 那如果试对了 有可能它就攻击进来了 对吧 所以在这时候也得用一个验证码去拦截 还有就是我们在发文章或者发帖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需要验证码 对吧 这样的话也防止别人用机器恶意的灌水 总之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只要使用验证码都是为了防什么 防止用机器大量的去试去攻击 对不对 所以说验证码是给人看的 不是给机器看的 给机器看的 这就是我们验证码的作用 当然了验证码有很多变形 比如说回答问题 听什么 比如说问妹子你今天多大了 对吧 18那你就写个18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或者说你的公司在哪 比如说你填个北京 对吧 特别是比如说你学驾照的时候 那些交规 对吧 你验证码都是什么 请输入图片上红色字代表 什么什么意思 对不对 之类的 这都是一种验证的手段 那就对于验证码本身 它形式有很多种 对吧 比如说汉字的 英文字母的 对吧 那这也可能是一个简单了解过程 当然了 自己写只是为了熟悉这个算法而已 对吧 了解这个话筑怎么做 以后大家工作的时候 可以在网上 或者是一些看员的产品里面 找到很多现成的验证码去使用 对吧 不用说可以自己花大量的时间自己去写 但能写一遍是为了学习 所以咱们才去写这样 那在注册的时候 除了有验证码 当然了 有的时候还有说什么 手机验证 以验证这什么意思呢 这是某些网站 为了对那些激活 为了收集真实的手机号码 和收集真实的以验 对吧 比如说你输入手机号码之后 然后呢 它给你发了短信 然后给你发了码 对不对 然后输入正确码才可以进来 那这样的话 你手机只有收到那个码 输入正确了 才可以进来 对不对 所以它就收到你正确的手机了 对吧 那以验是一样的 用以验要激活 它会给你发分邮件 对不对 点击链接再回来 你只有收到这种邮件 通过这个链接回来 才能激活 这也是为了收集你真实的以验 对吧 当然这两个呢 跟我们验证码就没多大关系了 对吧 那看一下 验证码呢 一般的都在表单上 使用的一个小图片 对不对 那咱们这话 就先做一个简单的表单 对不对 看一下 比如说 我叫rngg.htmr 我叫prp吧 随便写一个 然后在这里边 我们做一个表单 就简单的一表单 比如说登录的时候用的 对不对 对 和对题 鞋盖和对 然后 hold h 比如说我提掉给自己 rngg.pp 然后 met 证据方法等于 host sig hold 然后这里边有个用户名 input typ 类型等于 tst 然后名字等于 比如说user name 但他主要为了验证验证码 其他只简单写就行 密码 input 类型等于 ps wrd 然后名字等于 ps wrd 然后我们下边这块 是不是开始用输入验证码了 cod 输入验证码 我们来个input 类型等于 test 然后sign 比如说我只给4个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验证码用没有名字 也起个名字 主要cod 这只是一个输入框的一个文表单 就在 后边这块我们需要使用一个图片 image src等于 请求哪个呢 比如说我叫做当前目录下有个code.peerp 请求这个文件 看到了吗 那这文件就把图片给我们 发过了一个验证码图片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关一下行 提交 input 类型等于 test sutmit 提交按钮 名字等于 sub mit 微楼值等于 比如说我们这有个 登录两个字 对吧 随便写的一个 最主要的是在这个地方加验证码 对吧 只是请求一个图片 请求的是谁 请求的是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code.peerp 在这个文件里面 是不是发个验证码给他 比如他请求这个 这个是不是就当成一张图片 对吧 他输出图片的东西 那在页面就能使用 跟前面的脚子都是差不多的 对吧 那我们打开他 他这里边最简单的输出 你要是用画图的过程画出来 这里边几十条代码有可能出现一个验证码 对不对 那每次用都写几十条不至于 写几条还可以 对吧 所以在这里边我们需要 编写我们的类 假如说我们类文件 验证码的类在这 假如说叫做 叫做 vcode.class.peerp 这个类文件里边有个类叫做vcode 对吧 那我们在这块 只要是我们英可录的 包含这个文件 vcode.class.peerp 把这类包含过来 我们来是现在写的是需求 对不对 怎么能从这个类最简单的获取验证码 对吧 首先我们用bm对象的方式 假如不用静态的方式 当然你可以写上静态的方式 对不对 我现在就要用对象的方式 对吧 那我创建一个什么 创建一个 vcode等于 newvcode的一个方法 就创建好验证码了 对不对 那假如说创建好验证码 我直接用道尔夫为code 怎么呢 里边有一个方法 比如说叫做outimg的方法 我就可以直接输出验证码了 是不是很当面了 那三条是不是就搞定了 当然验证码 是有一个过程的 就这几条就可以了 这是输出图像的对不对 那验证码图像得在服务器 服务器能记录一份 客户端呢发送去过去一份 这样大客户端输入 验证码上的图片 就可以把图片 跟提交之后 跟服务器保存那份对上 才证明你输入的是正确 那怎么在服务器团保存一份 这块是觉得会致敌到 咱们后边讲的内容 什么呢 绘画控制 每个人都有一个存储空间 相当于对吧 所以就存每个人的服务器的 存储空间里边 也就是咱们塞身技术 后边咱们会中间讲 大家先了解一下 你只要像我这么做 开启 塞身 这样的话就在服务器 相当于开启空间 S SL 塞身 这样的话每个人在服务器 都有一个存储空间了 对吧 然后 将 这是输出图片对不对 输出图片之前 假如说怎么用 VCOD 里边有一个 盖着COD 这样的一个方法 得到验证码的方法 这是以图片把验证码给客户端 这块呢是通过这个类里边 把同样的验证码的自乌串得到 给谁呢 放到服务器的自己的空间里边 SESSLN I openSESSLN 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的验证码 这个文件就行了 看到了吗 这块 记录一下 这是 将 什么 验 证 码 放 到 什么 服务器 你自己的空间保存一份 因为为什么说自己的空间 因为你注册 你有一个空间 你的验证码 我注册 有我的空间 我的验证码 对不对 你说的跟你的匹配 我说的跟我的匹配 所以是自己的服务器空间存一份 对吧 这个需求就是 将验证码 图片输出 图片 输出 对吧 那我们这一块图片输出 是不是这块就可以使用这个图片了 这样的验证码 我们是不是就成了 对不对 那同样 我们在这里边需要干嘛 这里边 我们需要指定验证码的 可以设定宽度高度 为了跟我们验证配合 对不对 不显得有默认的值 对吧 比如说验证码的宽度 比如说是 80 高度是25 对吧 里边有4个验证码 跟它存 几个参数 对不对 那这个呢 是不是相当我们的构造方法 是想到吧 构造方法 那这样的需求我们就学到了 现在我们知不知道 这个类里边该有什么 我们使用的 各有方法了 是不是应该知道了 那我们这里边应该有的 也就是我们在 创建这个类的时候 对 要写的方法 首先类名应该叫class VCOD 对吧 然后这里边需要有一个方法 叫做构造方法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这里边还需要有一个 输出图像的 得到 代码的方法 得到验证码的方法 对不对 反过验证码 然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什么 还有需要有 奥特 以明是不是输出图像的方法 这三个是必须有的 对不对 那构造方法里边我们需要有什么 我们是不是需要有参数 设置验证码的宽度 验证码的高度 还有验证码的个数 对吧 然后呢 嗯 这两个里边就不需要参数了 对吧 好 这就是咱们试证码的构造方法 三个参数 大家都知道什么意 我就不写了对不对 用这个方法干嘛 对 获取 字符的验证码 对不对 用于保存在服气中 对吧 服气的各种空间中 这个呢 就是什么 就是输出图像的一个方法 这就是我们类的最主要的对外公开的接口 是不是这个结构啊 对吧 那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 我们主要就先介绍一下什么是验证码 对吧 和需求 咱们弄明白 您弄明白了 对不对 做一个验证码 应该对外公开的接口 都应该有哪些 对 对吧 和我们简单的一些应用 那下节课呢 我们开始来设计验证码的具体的功能 那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展示新介绍到这里 在这课继续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 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 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楼峰兄弟联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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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